我是大肠癌的事情 我現在還打著肌膜 ok 然後你講一下前後的過程 吃的最常的過程 來 拿 ok 我 before 吃的時候 我打了肌膜 我的腳 它是會爛 它腳趾好像伸直腳邊這樣 它會爛 爛到你沒走路 它會流血出來的 然後而且我 打肌膜不能順 因為我斜小板一直掉 我的擺蟹球也掉 那之後 過後我朋友就說 居然這樣 你要不要試試看 然後他就帶我去聽 我遇到Mr.Cross 他就跟我講解 答案他們跟我講解 ok 我就直接拿回來試 我吃了滴 一個星期過後 我倒回去 要打肌膜 我學小板 從67 直接上到105 可以打肌膜了 所以我現在肌膜都打到 比較順 然後而且我才 應該是 4天我就有改善了 我的那個腳 沒有在流血了 只吃4天罷了 好 現在過後 我現在都全部都 so far 我打肌膜回來 我 星星沒有吃的時候 我打肌膜回來 我會吐吐 我旁邊要放一個盆 現在我打肌膜回來 好像正常人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現在打這個肌膜 我也是有出來 我能去shopping 我有去金馬輪 有去銀頂 我下個星期我還要去合宅 所以我打肌膜 每個人講 看到我 就好像很正常人 所以我沒有出去 我打肌膜 我沒有出門 人家只是跟我 問我 我分享 我也得到一張船票了 我已經 我只是這樣分享罷了 你們看我 看我前後不一樣 我吃了我開刀的 的疤痕也是很快的 很快 還有一點 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你頭髮是白的 上海水分都黑了 髮了很多 而且整個皮膚變漂亮了 是不是很多人跟你講 變漂亮了 每個人等我開刀過後 更年輕 更年輕 而且我的髮力 還會比較淺 對對對 而且我看他的皮膚 就很飽水度很風 非常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 非常的感動 那個時候我還在158 第一次見他 對對對 腳爛爛的